最重要的就是所谓的第四权 就是新闻权 前驻纽西兰大使借文集 前新闻局长钟晴和立委郑振勤等人 出席座谈会 要表达捍卫新闻自由的理念 言论自由就像阳光一样 如果没有阳光 我想我们也没有生命 由钟晴代理 民间团体将举办互动流水席 而时间点就在中天换照听证会的前两天 包括24号和25号 在中正纪念堂自由广场 另外26号将转站济南路前 要向立法院表达人民心声 一连几场的活动 包括内政部长李鸿源 前卫生署长杨志良 前驻纽西兰代表借文集 孙文学校总校长张亚忠 以及前台中市长胡志强等人 即将一同参与 和民众互动 前台中市长胡志强也特地出面喊话 随着听证会时间 即将来到有越来越多的民间团体 一起站出来 要捍卫台湾的民主体制 多方喊话 希望把遥控器的选台权交款给人民 记者许玉文 王百英 台北台中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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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